音乐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韩东军 无心呢是一个千年这个不会死的一个这么个说人是人说不是人也不是人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怎么讲呢 哎呀我现在脑子全乱了我告诉你因为我的手在算着数字 然后就是第二部呢会比第一部的剧情更加的复杂一些 人物线呢也会更加的多一点故事剧情啊会更加的丰富 所以呢这个说什么呢我在这儿 呃我扮演的还是无心吧 那可能在这个里面会更加年轻一些吧 然后 哦 到时间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我长得像人 可我却不是人 因为我没有心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点 因为无心里面很多 因为故事丰富了 像例如我救顾姬走 就帮助她逃跑 虽然是送她去日本人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内心来讲 顾姬是我的兄弟 他帮过我我也要帮助他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其实他已经背叛了我 只是单纯地从兄弟上面 去帮助 那还有就是跟大白的一些片段 闪回的片段 就挺逗的吧 还有就是跟兰迪 之间的这种情感 还有小丁猫 我们见面总是那种 说有不是有 说迪不是迪的那种感觉 那这一次合作肯定是第一是首显是帅气 对吧 他塑造的小丁猫的角色 一个少爷的角色 所以第一个词肯定是帅气 第二个词还是吃火 爱吃 收工之后会拉着兰迪一块吃火锅 就是自制火锅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是认真吧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 这还不是反串 完全是一个男性化的角色 所以其实瑶瑶在之前做了很多前期工作 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包括作品呈现出来之后 大家也很多人说 都快忘了陈瑶是个女孩了 其实这说明是他塑造角色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他反映你真 对 其实在无心第二部里 已经有一点点体现 就是大白闪回的那一段 大白变成我的样子 然后在无心面前去表演 那其实我就是完全一个女性化的 一个无心塑造了一小段 但是我其实还挺期待说 如果以后有什么作品 能反串一下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吧 东君听说你最近长胖了 你打算怎么办 过劳肥吧 对 是会肿 因为一直以来也没有休息 一直是从拍无心一到现在 一直就没有停过 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 一直在拍戏 所以水肿浮肿的一个现象 周杰伦的歌是每一个人的回忆吧 就活到25岁啊 没怎么看过音乐会 我第一次看的是王力宏的 因为我其实很小就喜欢王力宏 然后这是我第二次 就是去看演唱会 但是当我听到那些歌的时候 我好多回忆都 就是可能有一些回忆已经 你现在让我去想 我想不到 但是是那些歌勾起了我的回忆 对 就让我想到了很多话 所以我在微博上我发了 我说谢谢你 就是让我找回了以前的那些胡基因 我觉得很好听 然后那天看演唱会 我又去了KTV唱歌 唱的全都是歌就了 有 我手上现在还有伤 就前两天在巴厘岛 骑摩托车的时候摔的 对就因为我父亲的原因 我父亲是 圆巴厘队的 越野摩托车的国家队员 所以从小呢 就冲 就我的生活从小冲出着 冲斥着发动机的事情 所以就很吸引 然后但是父亲是觉得 摩托车太过危险 所以他只教我骑 不让我去专业的朋友去啊 包括参赛 但我一直有的时候 经常偷偷骑 之前有扭过脚 差一点 我觉得是已经到了骨折的状态 就拍《无心2》的时候 有一次是回家 然后偷偷的骑车 对 但就慢慢自己 也不敢跟任何人说 就自己慢慢去 最多被捕 最多被捕 最厉害 什么时候陷阱 回家 我觉得癖忠了 我会跟我妈去逃 去他去去去去去聊 其实好多都是从作品里结出来的 这其实好多都是从作品里结出来的 然后可能就是那个 我骂白琉璃的时候那个呸 对 接受音乐台的电视台 采访我不紧张 我爱这个节目 它让我度过美好时光 对 谢谢 哈喽 音乐台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陈瑶 在《无心法师2》当中 饰演的是小丁猫 大家好 我在《无心法师2》当中 扮演了一个帅哥 然后它的名字我不敢说 它很爱吃 吃得很精致 然后吃得也很补 穿得很帅 也很厚 有不少人喜欢 也有喜欢的人 它喜欢的人是 月起罗和陈瑶 然后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 就让我们来说一说 它的名字吧 它的名字叫 小丁猫 没有包长 它和《无心》 有相当于两世的纠葛 然后一正一邪 脸圆圆的很可爱 我身上都是爱心的 挺好的呀 就是我开始本来没有这么觉得 但后来我看到了剪辑的一些视频 我觉得两个人还挺费的 我看二播出的时候 它们好多翻出来 感觉和一一都有那种情侣装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而且还有夫妻像 挺搭的 会 有时间的时候会去看 觉得还挺有趣的 张显宗 我牙疼 牙疼 吃了我的身片 牙就不疼了 不过条件是 你愿意做我的大姨太 挺多的 就是 他唠叨我瘦 然后让我多吃点 然后还有 学男生的时候 有时候不像 他也会说 男生不是这样的 然后就 就一串 就一直 一直说 一直说 然后我休息的时候 他也说 你也要在休息的时候 也得有这种男生的 体态 然后说话 也必须得一直是那种爷们的感觉 要不然的话 你演的时候 就是会不自觉的 就会流露出一些 女生的东西 如果那天心情挺好的话 就偶尔搭两句 如果那天 很烦躁的时候 通常就是沉默 但是这仍然阻止不了 我们的唠叨韩 韩奶奶 她还是会继续说 这部剧里面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又是一个全新的 不一样的角色 因为她是一个相当于 从一个爱玩 然后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孩 变成一个企业家的一个历程 而且我其实才刚毕业嘛 可能我对企业家这一块 还是一片空白的 所以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挑战 就是觉得他们特别敬业 记得订妆那天 是和韦丁哥一起订的 那天我见到韦丁哥的时候 就觉得她晒黑了好多 因为我印象当中 前段时间 不是韦丁哥的那个 这鸣龙正在播吗 我印象当中 好像韦丁哥挺白的 但我那天见到她 就是特别特别黑 后来跟她聊天 她说她对角色的理解 就是说 因为她那个角色 可能就是需要 那么有黑的皮肤 所以她故意去晒的 然后就觉得还挺敬业的 然后思春节也是 平时在现场的时候 大家都会跟剧本 就是大家会讨论很久 这个不知道 两个都想吃 因为拍的不好看 不固定就是最近挺喜欢听Rubb的 因为有看那个 就每天都很嗨的 因为两个都想合作 因为当时考电影学院 是因为成坤嘛 然后彭音院就是男神太帅了 所以两个都还挺想合作的 经历过上次被粉丝表白之后 我觉得直白的表白 是非常感人的 所以我就想说 谢谢你们 一直对我的支持 我爱你们 我最喜欢吃死传递彩 是蒲盖棉 他是个逗逼的人吧 对 他也挺短 他也很短 然后又受到炸弹词了 哈哈哈